阿美姐 我們就是說在下葬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哪些沖煞 然後最好隨時要帶著什麼 刮毛草的嗎 會 注意沖煞 有的是算像說 今天比一個鄉下廚的來講 他就不要滑去 有的是可以拿這個阿發複雜 如果沒有去山頂就是最簡單 刮毛 那刮毛 那刮毛 刮毛草 他可以把它抖 整個落地也好 加水也好 他的刮毛可以坐二四山頭 對啊 他的這個山 它會可以炙煞 對 更落地 他最好用刮毛草最好用 刮毛草或者榕樹葉 榕樹葉才不太好 刮毛草 刮毛草有時候小孩子受驚嚇 你來幫他洗澡 那很好用 我都這樣子 是喔 對啊 可是我們現在有時候都市裡面 你要找刮毛草 有些公園都有耶 那個其實不難摘耶 因為牠那種刮毛很好養的 隨風飄 牠就長出來了 有啦 整個稍後再去 樓邊都有 那時候就知道阿公阿嬤就重要了 因為我們有些都不認識刮毛草 真的耶 但阿公阿嬤一定知道 你不要動作拔下來是蒜苗 那是肉汁 好氣 你又反正菇彩 我來幫你 好 來 朱老師 來這邊請教您喔 這個書名下場的時候 有哪些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搞平衡的故事 其實大家要記得 奶泥 我們所有的奶泥 正貸稅跟負貸稅都要小心一點 那尤其是負貸稅 如果碰到傷勢 下場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如果負貸稅去沖沙 會比正貸稅還嚴重 所以大家要記住 所以第一個沖沙的生效 因迴避 那迴避就是說 那天牠要下場或者 牠現在在走 變成抬關的時候 或上車的時候 你都要迴避 盡量真的你就要迴避 然後第二我們再講 老師所謂迴避 有一種就是說 你轉過去不要看就好 還是人根本就不要在現場 不用 你就是轉過去 不要看就好 好 你不要說 為桃 我跟你講喔 煞最重要有三個煞 第一個是起關跟落關 起關就是 人家說要起關 譬如說我要去 去 我們這邊要火化有沒有 要移動嗎 從裡面開始要扛起來 那個就要迴避了 那個煞 就是連人都要走開最好 就沒衝到的人也都走開 對 還有牠關要下來的時候 要停放的時候 那人也最好閃開一點 是 那都要注意 那還有下障那個煞 是最嚴重的 下障那一煞 那個是最嚴重的 所以有三關煞 所以要比較注意 所以這個要防 然後第三就是說 你本身已經帶傷 傷勢 譬如說 譬如說 老頭子那邊 以前有人怎麼往生的時候 你就不要再參加那個傷 或者說你 這個器官這個你真的要迴避 因為你本身有帶傷的時候 再有這個煞 那我跟你講很難救 所以大家喜歡 還有懷孕的人 你要小心一點 好 那就最好就是像 像剛剛阿美捲的光芒草 那最漂亮就是說 你家 你去跟那個宮廟 帶什麼 阿薩符 鴨薩符 你看那個符上面有一些鴨薩 可是要有蓋章的 不是那種影印的 那種影印是沒有用的 那除非說 它是影印 可惜你最嚴重的要過路 過完爐 我教大家一種方法 有些廟方是 它連印章跟那個 那個符都是印好的 它就這樣給你 可是不是 這個也有用 只是你拿到那張以後 要去過它的提供樓 然後 胡桃胡尾要沾一點香膚 提供樓的香膚 你看譬如是張子是這樣對不對 這個符子對不對 我現在過路過三連刷 符子後面沾一下香膚 然後再給它變過來 再沾一下香膚 再重新過三圈 這張符就有用了 我是說針對影印的 然後如果那個師傅 他自己用畫的就OK的 那隨身戴在身上 然後戴在身上 以後回去以後記得 把那張畫掉 陰陽水山口其他那個渣渣 你再跟愛草 麻草沙溜溜溜溜溜溜 什麼沙都不見 對不對 所以這是最保平安的東西 好的 好 然後這邊有一則新聞 這也是跟風水有關 在這個忠寮鄉隔了十幾年 兄弟頭上撞上露天桿 但是它到底是真的跟風水有關 還是跟傳聞有關 可是他們真的很可憐 最後家裡面的壯丁 都一一往生 只留下一個八十幾歲的老人家 還有一個 一個嫁來台灣的一個 大陸新娘 大陸新娘 男丁全走啦 這壯邊線桿的 我說給你聽 我原來北京人處理一項這個 他這是以前 在豪秋山這邊 拿去我那裡 以前的人有的人 如果在做得漂亮 不一定說他有料得好 要做風格的金豆你知不知嗎 以前有人要塵鴨子 鴨子去山上平衡它噴倒下 噴倒下的時候 它那個塵鴨子不幸 只有說像壯壺的鴨子拿 他去買金豆來喝 結果有兩粒 拋到一顆金刀裡面就是有兩粒 兩粒的骨頭裡面 還有人拿什麼呢 拿那個叫做蝦符 他用金刀 金刀寫來寫了十五個小孩的名字 他用過我們這個規蒙 一支規蒙的蝦 旁邊還給他做大號碼 他跟兩粒的蝦符裡面 同樣就是剛才在說的 他們的蝦符 兩粒的一個農到現場 還有一個同樣 自己又弄到那一條 不太喝酒了 這個弄到那一條 第二的他就長腳骨 他就去問生命 他說你有蝦符 你趕快去處理 要趕快 人家又拚到這樣 人家補去 製去 製去的時候我就倒下 裡面都不一樣 一盤骨頭有兩個人 還在頭就在問生命 頭就在問生命 我當天我趕快把這個 這個蝦符合開到這個 鎮符合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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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對了 趕快點叫女兒子 不然這女兒子會 可能要是死 臉的在戴紅 人家說很鮮 不清雞 不花花 他這個同樣就是像我們前面 都賣的 可是他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這個新聞我們也有採訪 就覺得很玄 因為有時候你會想說 可能如果真的是巧他就太巧 因為他在二十幾年前 他這個家裡面的男主人 就是爸爸 他們家旁邊本來有一個魚池 大概是籃球場般大小 然後又爸爸就在魚池裡面淹死了 淹死了當然家人很傷心 那也怕說這個 以後如果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 就完了 就不好了 所以他們就拿那個 他們也有請這個老師來看過 說我這個魚池可以放上去嗎 老師是說可以 這個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他們就用水泥 把那個魚池整個封起來 那封起來之後就很奇怪 因為已經死了一個爸爸 那封起來之後沒多久 就弟弟跟一群人 就是塞車出去玩 死的人然後撞到電線桿 結果三個沒事 他弟弟當場死亡 你知道 那是說二十幾年後 因為在這個弟弟死亡之後 家人可能也還沒有意識到說 是不是這個風水哪裡出問題 一直到這個 就是弟弟死了之後 他們家還有一個女生 一個妹妹 等於這個 最後就兄弟同樣撞電線桿 最後死的是哥哥 那他還有一個妹妹 那個妹妹得癌症死掉 就等於一家爸爸死掉 妹妹死掉 弟弟也死掉對不對 那就只剩下哥哥跟老婆 還有一個媽媽嘛對不對 那完了之後呢 他這個哥哥就覺得說 這樣子 怎麼會這麼奇怪 就有找人回來看這個風水 這個風水是看一看又覺得說 這照理說應該是不至於 應該是還好 所以他也就沒有再繼續去 再找另外一個來看看 結果自己也一樣 撞到電線桿死掉 那會生會癮啦 就是那時候我們去採訪的時候 有些鄰居是講說 聽說好像撞到一樣一支電火條 就是弟弟死撞到一個電線桿 哥哥同樣撞到同一支 但是那個已經二十幾年前 有些人的印象是模糊 說到底弟弟死也是撞那一根 沒有人知道 只是他們家這樣全部 男丁都掛掉 然後只剩下媽媽跟一個大陸新娘 對 好可憐 對啊 很難想像